英俊 嘿哟,我們來切一下我們的肌肉 首先我們把洗禪的肌肉 放好 切成一口的大小 一口的大小 差不多拿個兩條 這樣 然後呢我們在這個盤上面 抹上奶油 接下來呢 放上去烤 放上去 把這所有的雞肉都放上去 放上去放好之後呢 放好我們的雞肉 我們磨一下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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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磨個鹽 磨個鹽 我們磨個鹽 鹽烤一會兒 好 我們就分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把它送進烤箱吧 在我們等烤雞肉的時候呢 我們來裝飯 裝飯 然後拍兩下手 飯就會跑進來了 燈燈 飯都進來了 好 聊天鬧了 我們把我們 直接把我們白醬倒進去齁 這個 感覺沒有到很好吃的白醬 為什麼白醬 凝固了 好煩喔 白醬凝固了 水平 水平水平水平 鋪平鋪平 感覺的相當的不好吃 為什麼 我的白醬凝固了 這個凝固的太嚴重了吧 我剛剛剛剛吃過了 這個凝固太嚴重了 這個凝固得太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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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白醬啊 下次我自己自己在書上找好了 就在網路上 太吃了 太刺激了 反正我們就把它抹開就對了 太刺激了 反正我們就把它抹開就對了 好了 這時我們雞肉也差不多烤好了 我們把我們雞肉拿出來 雞肉可以不用烤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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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等一下煮烤還在烤一次 我們雞肉終於烤好了 我們將白醬抵上去 之後呢 我們來 我們來放我們的雞肉 將快要熟的雞肉放上去 隨便丟啦 並且將血絲放上去 來 我忘記買了焗烤上起司 所以我只能用這種一般的起司來用 來做代劑 將起司撕成幾塊幾塊的 然後呢我們直接送入烤箱 烤個差不多 二十幾分鐘到三十分鐘 好 我們 今天的教學就先到這邊結束了 等一下 等一下來看一下我們的試吃 在等我們烤 去烤的同時 我們來切等一下 炸雞塊要用的雞肉 我們就直接一次切啦 一次切兩條 現在我這一把是豬肉刀 只是我找不到切雞肉的刀子啊 首先呢 把炸雞 把肉切成一口 可以一口入 入口 反正是可以一口的大小 切好之後呢 我們來到我們下一個步驟 我先把我們沾板移開 我們拿出我們的蔬菜300 我們拿出我們的蔬菜300 和我們的蔬菜刀 拿出了蒜頭 蒜頭 然後呢 放我 我去裡頭 去尾 然後呢 把皮拔成兩塊 這場一撥蒜頭皮 OK 撥完蒜頭皮了齁 你看 你看 接下來呢 我們把蒜頭生的蒜木 現在有一片沒撥到 撥完 現在有一片沒撥到 撥完 好 我們繼續來切我們蒜頭 欸 還有墨 把蒜頭先撥成蒜木 也不用太抹 隨便 開一天就好 好 接下來呢 我們準備一個袋子 或是碗 那種高級的碗 我們將我們的 蒜頭 全素丟進去 接下來拿出我們的 醬油 醬油倒進去 適量的就好 然後呢 加鹽巴 加入半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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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呢 把我們的肌肉 慢慢的 丟下去 我們要醃製一下我們的肌肉 好 盡量讓肌肉都泡到 我們稍微壓一下 好 現在放在旁邊 我們放在旁邊 然後去洗我們的蒜板 我們先放在旁邊 好,接下來我們來準備 等一下要砸東西了 砸中小小盒 跟蛋液 好 放在雞肉的盒子 我們可以用砸掉 把他洗淨 只要拿幾張跟紙 放乾 擦乾 把我們的燥粉丟下去 鋪好 把我們的燥粉丟下去 好像我們燥粉不太夠用 先拿一下 我們的布竹粉 混合一下 這樣差不多就夠了 好,我們先放在旁邊 然後就不夠 接下來我們拿一個碗 讓他沖洗乾淨 讓他沖洗乾淨 我們再拿一個雞蛋 雞蛋 雞蛋我們好好打下去 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來拌我們的雞蛋 雞蛋 之後把筷子放在旁邊 進去醃我們的雞肉 我們來等我們的雞肉醃完 好 好,我們雞肉醃完 差不多了 現在把雞肉 蛋液 還有粉 你去放好 對,我們還要再準備一個盤子 首先我們把雞肉刷蛋液 也要好的雞肉刷蛋液 鍋粉 我們今天開始來試吃吧 我們先首先來吃我們的炸雞塊 好 平宇,非常好吃 大家一定要做 大家一定要做 來吃看我們的焗烤 非常好吃 大家一定要做 好,今天 我們第三集 就在這邊結束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訂閱 按讚加分享 好,掰掰 拜拜